啊 小baby 嗡嗡不舒服 娃娃大哭 彰化间有阿嬷小根筋 胃不到一岁的男婴喝蜂蜜水 以为可以促进排便 却出现全身抽搐 嘴唇跟四肢末梢 因缺氧变成青紫色 送进急诊室血氧剩90% 像这种春天蓝的蜂蜜 会经过一些时常的处理 里面还有一些肉毒感菌 就对小朋友有一定的干燃的影响 孩子暂时缺氧 送医后减回一命 错误的育儿观念 却让医师直腰头 因为孩子不到一岁 根本不能喝蜂蜜水 很有可能导致肉毒感菌中毒 超过六个月大的婴儿 虽然可以开始吃副食品 但肠胃道跟免疫系统 还没发育健全 巧克力 糖果 坚果 含酒的麻油 鸡也不能碰 巧克力还是蜂蜜 它都会比较大一点 像这样就可以 所以里面都会有一些 不干净的食物 小孩吃了会中毒 还有大量蛋白质的燕窩 也最好在六个月后 才让婴儿慢慢食用 如果有过敏反应 要立刻暂停 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 最好先问过医师 才不会用错方法疼爱 反而害了心肝宝贝 记者黄山富丽云杰 台中报导 还起来 吃冬失 煮 制平 饿 还 小 yaz 夏